奧伯就跟了很久 因為是個朋友的馬來的 都跟了幾次的了 終於都開花結果那樣了 舒服點了 是 抵贏了 我 帆哥你真是抵贏馬會的事了 為甚麼這麼說 我們輸了很多給他 因為…你明不明白 真的沒有風度 馬會真是一個壞的機構來的 不是 又不要… 那又一時時吧 是不是先 就不要說… 我告訴你 那天 新尼特 新尼特那天是怎樣 是 1-0 之後 全部投資 不接受 為甚麼 一點風度都沒有 為甚麼呢 我們又沒有留意 或者你不斷地… 我打到全市 100步打不到 全市打不到 那… 暫時不能接受投資 不要緊 蔣先生 你這樣說 因為馬會也有些人員會聽… 輸不起 是不是 他有些球員 即是馬會有些工作員 高層或者中層低層 都會看我們節目的 那你這樣說 他會聽到的 所以你要多說一點 可能會聽到 我說壞架而已 不是 一點風度都沒有 不是 你原意是覺得他 不受你注 還是還是 你受了你注之後 全部不受 他取消了 平時才用這個球罪 不接受投資 不會壓力 即是多久呢… 1-0之後 一個紅牌 你記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 我們是說的 我們是說的 是的 我想問是否停完那一陣 再出賠率還是還是 不是 全場球之後都沒有了 10分鐘 到達2-0之後就開彎了 10分鐘都沒有接受 你是否… 我想問一件事 蔣先生 你是否在1-0之後 你是不是不斷按都賣不到 打一招都不行 甚麼都賣不到 按了186 轉動投資 這場球上無效 那要反映一下 等馬會的人聽到 下次如果真的有這些情況 我跟你說 10-20而已 人家外面都是 1-0輸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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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小過 又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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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馬會的人會聽到 所以反映一下也不錯 一支風度也沒有 他們會輸 不要緊… 不如這樣吧 蔣先生 我們今天說個第二場 贏回他 今天你喜歡哪一隊球 是吧